拍戏的梁洛诗大家见过 唱歌的梁洛诗大家见过 那演话剧的呢 下个月这位颇具文艺气质的女星 将带着舞台剧《快乐物语》亮相香港 只是演的是喜剧 但梁洛诗排练话剧的这段日子 过得却是稍微有点悲剧 风沫跳跳表演夸张 排练场上的梁洛诗一改文艺女青年气质 完全进入到角色中 《快乐物语》虽然是一个小众舞台剧 但两三个月的排练 还是把梁洛诗累得够呛 因为每天我们排练 是12个小时每一天 那有时候其实身体精神上是非常累的 有时候我也跟老师说 今天的确是有点累 老师就说 同学们我们上晚饭后睡觉 睡觉 所以我们全部同学在地板上睡觉 排练太累睡地板 导演你对梁洛诗未免也太残酷 太狠心了吧 但对梁洛诗来说 好不容易回归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她的兴奋劲显然压过得辛苦 心情是非常紧张又兴奋 有家庭还有工作还有失业 我觉得是非常的快乐 过去几年里梁洛诗一人带着三个儿子 定居加拿大 母子几乎寸步不离 如今为舞台剧返回香港排练长达两个月 梁洛诗对儿子们的想念那叫一个泛滥哦 对好久没有回家 因为这个舞台剧 那一做完舞台剧 我就会马上回家 这么辛苦的排练 这么认真的主演 看来梁洛诗的这部复出之作 是不会让大家失望了 行路在线香港看了吗 我看来梁洛诗的这部复出之作